政府減薪、豬肉暴跌 捅破中共經濟造假 大家知道中共目前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不是臺灣 不是疫情 是經濟 中國經濟正在一泄千里的向下墜落 外資外傾就像變心的女朋友一樣一去不回頭 所以中共前兩天召開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商討明年該怎麼樣救經濟 如果您認真看過中共這篇報導寫的會議結論 你會發現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作文比賽 寫的每一項措施都是任何政府振興經濟應該做的事 但重點在於中共根本做不到 我們講過中共經濟搞不起來的最大原因 就是他們是用政治維穩的思路去搞經濟 也就是所謂的先政經濟學 這樣一切政策必然是以嚴控政治安全 保護中共專政為優先考量 自然就不可能發展出自由市場經濟 也搞不出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 所以中共無論嘴上再怎麼喊改革開放 最後都是改不了 開不了 也放不了 再加上中共從來不講誠心 又沒有透明的法治體系 外資外企被你騙了幾十年了 還能再上當嗎? 再加上中共在國內大搞共同富裕 在國外還有美中對抗 國際圍堵中共的大局勢 國際供應鏈也在重構 在去風險化 去中共化 這樣的內憂外患 中共絕對是救不起經濟的 因為中國經濟的致命照門 就是中共統治造成了海內外對中國缺乏信心 不過中共高層倒是想出一條他們有信心做到的對策 就是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中共黨媒天天都拋出好多的文章 來宣傳中國經濟有多好 長期的穩中向好 還要以勁促穩 先利後迫等等 其實說穿了 就是底子沒信心 所以靠嘴上來吹信心 而且中共也在網絡上全面封殺那些 關於中國經濟的負面消息 微博也通過各種方式通知各位大V們 千萬不要講唱衰經濟的言論 毫無疑問 官方已經下了封口令 要徹底封殺一切講真相的公之無恙 只能讓造假的黨媒喜鹊來繼續唱歌 但是中共越用力的遮掩經濟 就讓人越相信經濟出了大問題 中共以為靠著全面封鎖不利的信心 再加上黨媒的一面倒宣傳 就可以讓海內外來對中國經濟恢復信心 他們以為謊言說了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 不過中共這套皇帝的信義還是被捅破了 像最近幾天 江西省傳出了政府單位減薪的消息 江西當局一開始時刻否認 但是馬上激發了更多基層的公務員不滿了 他們紛紛爆料確實被減薪了 南昌有人被減薪了一千多元 很多人接到政府通知說要減薪兩、三成 還有黑龍將大慶市的民眾爆料說 當地的工資已經縮減了兩千多塊 還有一件事 中國豬肉價格最近暴跌了三成 創過去三年來的最大跌幅 豬肉暴跌也讓中國11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下跌了0.5% 0.5%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了 但是請大家注意 豬肉是中國人的剛需食品 為什麼價格會暴跌呢? 只有兩種原因 生產過剩以及消費需求萎縮了 為什麼市場需求會萎縮呢? 因為很多人為了省錢或是手頭沒錢了 所以減少採買豬肉 好 那這些現象反映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過去不斷講的 中國陷入了通貨緊縮的危機 而且還可能會進一步點燃 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 怎麼說呢? 大家想想 為什麼商品會跌價呢? 因為市場需求緊縮了 所以才要降價求售 那市場需求為什麼緊縮呢? 是因為人民的消費力量緊縮了 消費力量為什麼緊縮呢? 是因為人民的收入緊縮了 而收入緊縮又是因為就業市場緊縮了 對不對? 那就業市場為什麼會緊縮呢? 就是因為經濟表現不好了 而且未來的經濟預期也不好了 所以就導致了這一連串的緊縮、連鎖反應 所以我們看到地方政府減薪或裁員 看到豬肉價格大跌 其實都只是中國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冰山一角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更多的政府、國企和民企裁員 減薪和倒閉 會看到消費與經濟進一步的下滑 那這才是中國經濟的真相 那中共黨媒的假大空宣傳 很快就會吹破牛皮了